另外看到花莲市长魏佳燕在日前是前往民意国校 参加花莲市公司力高中职及中小学校长联席会议 除了关心学校需求之外 也期盼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让花莲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学习成长 花莲市公司力高中职及中小学112学年度第二学期校长联席会议 日前在民意国校举行 校长许传德特别安排了这一次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 荣获特优的国乐班小朋友进行表演 舒缓大家在灾后的紧张情绪 市长魏佳燕特别出席 除了关心学校需求 也期盼在大家努力下 让花莲的孩子能够健康平安的学习成长 在这边其实要跟校长要喊托的是说 很多的校园防证的一个意识 真的确实要来做一个加强 那也在这边跟校长拜托的意识 花莲市有很多的一个大楼 可能要拜托孩子们在不管在下课或是在平常假日在市区 请他们务必不要在大楼的底下也不要在大楼的周围 因为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那很有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倾斜到它的状况存在 那未来我想校园防证的部分真的要再办够大家了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社区做一个宣导 会议当中花莲市公所建设科长徐国成也向校长们说明 今年要进行的重大人行道工程 还有将逐步改善校园周边的同学步道 请相关学校能够配合施工并且及早规划应应作为 届时会造成校方及家长短暂的不方便 请大家多体谅包容 华联加油 谢谢许丽琦华联市报道